继续来关注广西乐业神鹰天坑的科考情况 今天科考队下到了距离地面190多米的坑底森林 开展科考研究 今天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我们到了天坑的底部之后 也发现天坑底部的森林是非常有特点的 它的这些树木是长得又高又细 而且看到因为天坑底部光照比较稀少 所以所有的植被是非常努力地去吸取阳光 像是这个高树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大树上就攀附着非常多的这个藤蔓 那这些藤蔓就依托依靠这个大树想象上去攀登 那我们今天是跟随着中国地址调查局严荣所的生态专家 沈丽娜博士的团队是来到天坑底部做一个调查 刚才我了解到沈丽娜博士正在现场进行一个样方的一个调查 那想请问一下沈丽娜博士 现在我们是发现天坑底部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惊喜 这样子我们在底部呢发现了有大量的这个刺铜草 因为底部刚刚覆盖度很高 非常的严实 那么它的草本层呢就是以楼梯草 绝床科的这些植物为主 那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呢就是在这一块岩壁上面 这一块石头呢可能是滚多下来的 在它的这个岩石的缝性里面 我们发现了这种苦聚台科的这个豹春聚台鼠的一种植物 我也联系了专门的苦菜专家发现了这个在广西境内啊 是过去没有被发现过的 有可能会形成广西的新分部种 如果是层家人可以来了 我还不过去没有镜货 可以在这地方 能不能画第二个月